Hello 大家好 相信大家最近一定在Facebook上面看到许多的这个360度环绕全景照片 那究竟这种照片是怎么拍摄出来的呢 其实它不见得一定要购买这样子专门拍摄的一个相机设备 在我们华硕 Zenfone 2手机上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拍摄模式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看看它拍摄的一个效果 以及拍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好首先我们先开启我们的相机 在开启相机的时候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现在周围的一个情况 这样大家可以方便大家跟等一下拍摄的一个环境做对比 OK现在我们绕了一圈这是我们周围的情况 好那现在我们要切换到这个环绕全景模式 我们按右下角的这个模式清单 可以找到一个叫做球形全景拍摄 那点进来的话你会发现它会出现一个框框 那我们就要将我们的照片镜头的位置对准它的框框 然后它会进行校准 好现在校准了它拍了一张照片 它提示你可以往上下左右移动 那假设我们先往左移动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框框 好那我们只要将画面进到那个框框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拍摄 OK所以我们也不用按拍照键 好那我们就这样一直拍 好那使用扔风2拍照的时候呢 基本上如果你是在室外可能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扔风2它萤幕最高亮度不是说很亮 所以如果阳光很强的时候 当你在拍比较天空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不清楚画面 那那没关系你就是稍微去对准一下 好现在我们拍完一圈了 那我们可以选择往上 现在假设我们选择往上 好它又出现框框 好假设往左 好现在有点 仰角我就有点看不是很清楚画面 不过没关系 在你没有对准框框前 它都不会拍摄 所以说 然后拍摄的时候是尽量保持说 你的角度不要 不要大幅度的 大幅度的晃动 因为虽然说你看它拍摄的时候 都有一定的重叠 这么做是为了让 待会进行处理的时候 可以用后期的演算法去判断你的结合点 因为它其实是把这些照片 整个结合成一个全景 所以说 但你抖动越少 结合的一个情况会比较完美 就比较不会有出现结合的地方 有一点点歪掉之类的 好那这样应该拍完一圈了 好那我们再拍上面 它的框框在 我昨天有试一下用三星手机的一个全景拍摄 它的拍摄模式的一个过程其实差不多了 但是华硕这边它少了一个三星的左下角 它还有一个那个球形的一个模式去告诉你说 你大概还要拍 你大概哪些部分还没拍 但是在华硕手机目前是没有看到这样子一个情形 那这样子就是在光性很强的情况 你看不清楚音乐的时候 你会比较不太知道你到底拍完了没 你像现在拍天空的时候光线很强就看不清画面 那天空就开一下 OK 好那现在应该是上面都拍完了 还没上面好像还没拍完 还是都拍完了还一个还一个 OK我找不太到光光光光光光 欸 为什么要光光光 欸拍到了拍到了 上面应该是没了 我们来拍下面 拍在阳光墙的地方拍上面真的是有一点点困难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来拍下面 好 好 好 一圈要拍完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那些预览照片 现在接的地方你觉得有点不自然 那是因为 那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因为每张照片在曝光的时候都一定量度差 还有我们小触的一个物差也会造成结合点不顺差 那这个就是考验这个相机团体它后期演算法的一个能力 看能把它修正回来多少 好 这个是剩下最下面 诶 那还要拍一圈吗 这样是拍完了吗 它的提示是往上 所以天空还没有拍完的意思 往下 他說往下 所以說話說這塊 做的沒有那麼好 就是你不是很清楚 到底哪裡還沒有拍完 因為在室外的時候 看的不是很清楚 他說往右 往右 欸 這邊少一塊嗎 OK原來是少這一塊 所以說你會有時候光線很強 螢幕開幕清理會找不到 剩下哪一邊 但是他至少還有提示箭頭啦 你就跟著那個箭頭跑 那就是在處理整個 整個照片吧 把那個接合的地方把它接合 我剛剛沒有算拍了幾張 好 那我們 等他處理 處理完了嗎 好處理完了我們來看一下照片 OK 這就是剛剛拍攝的一個畫面 那因為在2D螢幕看起來 你覺得扁扁他這邊應該有個這個 全景的按鈕按下去 他就會幫你進行導覽 那其實 你要繼續按他才會動 你發現 他在接合的地方 有一些地方做的還不是很好 那 也可能受限於我們今天拍攝的時候 然後陽光太強烈 所以說 螢幕看不清楚 所以 會造成 你拍攝角度 的霧差太大 你看到那個天空那邊 有一點接合的不是很好 好那 好現在我們切換到這個模式 就是你可以 用手機內建 這個感應器去移動 上下左右去移動 好環繞一下 OK 你看這邊這邊的接合點也是 怪怪的 所以說 在演算法的一個地方 也可能 還不是那麼完善 那 對於我們拍攝的一個過程 就比較要求 就是大家 記得不要去 在旋轉的時候 你要站在原地 你不要動到其他位置 你不能走到其 你一定要在原地拍 然後 你在 拍完一圈 往上的時候 那個角度 那個移動的 就是仰角要固定 你不能這一張拍 雖然它都有框框 但是 它的框框一定 讓你容許有一定的誤差 那我們盡量要把誤差 降到最低 才不會發生說 它後期演算法 圖的一個問題 那這樣整個照片 有一些地方 結合的地方就會 變得不自然 好 那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拍攝體驗 如果有 其他網友也使用 ZenFone 2或是華碩 系列的手機 來做一個球型全景拍攝的話 也可以歡迎跟我們分享 你們拍攝的過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看 OK 好 那我們現在拍攝完畢呢 我們就來上傳到 我們的Facebook上面 來看看 Facebook能不能偵測到 這是一個全景照片 好 現在我們已經在我們的Facebook 點選相片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在第二張圖 這邊就有右下角 一個球型的一個符號 那就代表這張照片 它已經偵測到的是一個 環繞的一個全景拍攝 360度照片 我們就點它 按完成 好 然後 先不要公開好了 好 發布 好 就在上傳 我們在上傳的時候 我們到我們的 檔案管理員 我們稍微看一下 它這張照片的一個大小 這個在 DCIN DCIN Camera OK 這張 它有加個PS 其實它的照片很小 才1.29MB 那我們來看一下 資訊 這邊沒有寫它的那個 還是要點進去 好像是要點進去 它不能檢視它的一個 一個資訊 我記得 我記得以前可以 就是多少成多少 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好 現在好像 好像 好像看不到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先不管它 我們先看Facebook 上傳上去的結果 OK 它中間有出現一個 你就可以根據手機 一個旋轉來 瀏覽整個畫面 可是你覺得它的 畫質好像不是很好 畫質不是很好 看一下我們是不是Facebook沒有 沒有開那個 畫質上傳嗎 好 用程式設定 上傳高畫質沒有開 沒關係 我們現在再 再上傳一次 再上傳一次 不好意思 高畫質沒有開 好 好 我們現在再發布一次 OK 上傳完成 我們再來 檢視一下 有稍微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畫質應該 其實原始尺寸只有1.29MB 顯然就是沒有很大 那剛遇到的情況 如果你有這樣 如果你發現你上傳的 上面不清楚 你記得要去Facebook 開這個很高畫質上傳 這是他們最近加的一個功能 因為很多人反應Facebook 把照片壓縮得太小 不過你還是可以看到 最近有一些結合不完全的地方 尤其是這個地方 好像有一點 甚至有一些 沒有照片的地方 這個可能是我剛剛在示範的時候 因為陽光太強烈看不清楚 螢幕造成的一個進行 那今天這個全景拍攝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謝謝各位的觀看